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收报这个4684.79亿 那么截止上礼拜五的这个两融余额方面的是收报9871.10亿 那么是较前日微跌32.99亿 但是仍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那么带着大家从这个K线图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户指方面的一个走势 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上证中指的技术指标 MACD方面是绿柱逐步放大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下降的趋势是不排除会短时间立马回补这个前期跳高的一个缺口 3331点附近 那么我们看到整一个截前这一周的这个市场观望情绪比较浓烈 那么大指数是表现出一个抗压性较好 那么小指数是跌幅扩大 整个量能是萎靡的 那么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户指方面呢 也是跌破了我们这个布林曲线的中轨 那么下接下来短期货趋势向下 那么大家请关注一下3331点这个位置上的支撑力度 那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消息 那么今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消息 首先给大家预告一下 本周将会公布这个八月份的工业企业的利润数据 那么前值是16.5% 那么九月官方制造业PMI指数呢 也会在本周六公布 那么前值是51.4%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此前这个八月份工业增加值6%呢 回落是出乎于市场的意料 所以呢对于这两个即将出炉的数据 市场方面是观望情绪比较浓烈 那么再看一下第二个信息是关于这个 股票解禁方面是节前一周的解禁压力是徒增 据统计呢 深户两市共46家公司 解禁市值呢就约达这个800亿元 那么震荡市里面我们常说短期对于那些解禁比例 比较高的个股来说 短期这个股价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具体来看今天这个赤星银行股方面 无锡银行旁中跌停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今日解禁了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是6.07亿股 那么占了总股本的32.84% 那也就是量成今天这个个股 跌停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信息是关于这个国内啊 首单信用发行可转债 宇宏债券这个是代表了这个可转债啊 是迎来了信用申购的一个时代 那主要的看点呢是在于这个信用申购 那么由于信用申购无需动用这个资金啊 保证金那么投资者可以自行进行一个申购 那么等到申购中签之后呢 才需要做一个付款的动作 那么这对于广大赏户投资者朋友来说 将是一个制度上的利好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可转债 那么可转债是具有这个股权和选择权的双重属性 那么存在的部分呢 使得我们这个可转债啊 本身具有一个抗跌的属性 那么决定值不执行这个转股的 这个决定权呢 主要取决于这个标的股票的价格走势 以及公司本身的一个盈利情况 那么也建议大家再次关注之后 接下来一些进行股转 进行这个可转债的一些股份相关个股 OK那看一下今天这个板块的轮动情况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个股是跌多涨少啊 热点是全面的这个降温 那么零涨的板块有食品饮料 医药这个银行都是属于一些防御性的板块 那么领跌的板块我们看到 还是这个房地产有色跟这个电子元器件 那么具体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领跌的房地产板块 今天是A股的地产板块 总体贴了3.81% 那么主要是有接以下的几个方面的一个问题 首先9月份这个售楼数据啊 是不乐观的那我们观测到呢新房9月初以来销售面积跟这个推庞量啊 它是呈现一个环比下跌的一个态势 那么信贷层面上来看我们看到8月份呢 我们的手套房的按揭比率是连续8个月的上升 那么现在已经平均利率突破了5% 那么累计的涨幅年初至今是达到15% 那么超出了我们的基本利率是基本利率4%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也知道上周这个央行啊 指导银行这个个人信用贷的问题 防止消费贷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呢 这给这个房地产板块是带来又一次的冲击 那么也将进一步影响这个居民部门举债入市的这个能力 那我们翻翻了翻这个统计数据上看了一下 这个进入8月份以来呢 居民部门这个举债能力是出现一个向下的拐点 而且之后呢是明显的一个下降 那么一方面是监管部门开始彻查这些消费贷 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呢 另外一方面也是刚才提到说央行在这个金融市场 维持一个高利率的时候呢 这个商业银行在成本压力下下的压力不断抬升的情况下呢 是持续上调这个房贷的利率而导致这个情况 那么第三个信息也就是我们这个周末刚出来一个消息 是说啊这个七个省会城市是联合加码这个楼市调控 那么从具体城市上来看呢 比较严的是这个石家庄啊 新购住房的政策是要求在五年内呢 不得上市交易 那么西安来说是相对缓和一些 那么是要求住房调价呢 前述需要去向这个物价部门进行一个申报 那么最后我们从这个技术面的角度来看一下 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 这个房地产板块的一个整体的日线图走势方面 那我们知道啊 受这个中报业绩超预期的刺激呢 上周这个房地产板块是出现了一个集体涨幅 特别是其中的一个房企的龙头 涨势迅猛 叠加这个香港的内房股 也是有一些新资称出现了这个一个月翻倍的一个情形 那么随着这个消息面的一些利空的出来呢 获利盘我们看到是抛压的不小 那么技术面上呢 我们在9月21日的一个策略日报上面写到说 这个地产板块在一个相对高位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十字星 之后呢又出现了一根这个光头阴线 那么短期趋势是向下的 那么见到今天这个跌幅也是比较深的 行那最后给出这个板块的一个结论 就是经久银时呢 这个受房预期消息 红光层面调控的是受压 那么9月受这个基本影响 基本面影响呢 可能整体承压 但是呢 未来全国这个层面上的一个调控 政策会不会加码 这个信用的额度会不会再次收紧 以及这个未来的红光经济下行的态势 会不会延续 那这将是决定着整一个房地产板块 一个未来走势的一个 一个主要因素 那么 说完这个房地产板块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 跟这个房地产相关的一个行业 那么这个行业是房地产里面的一个 防水材料的一个行业 那么具体相关的个股 也就是我们今天做了这个第一当信用 可转载的这个东方雨红啊 这个个股 那么这个公司呢 本身是国内防水行业的 唯一上市一个公司标的 那么先跟大家普及一下 这个建筑防水的一个知识啊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施工行业里面 是属于一个比较劳动密集型的行业 那么建筑隐蔽性工程呢 就说明它这个成本上是比较低 那么建占总一个 整一个这个建安成本 只有1%到2% 那么是但是呢 它又事关这个主体建筑结构的安全性 跟耐久性呢 往往对工程的影响 或者造成的损失呢 是这个成本的数十倍 那么近年来呢 这个工程建筑防水呢 就越来越受到这个大家的重视 那么业态也呈现一个大行业 小企业的一个格局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行业集中度比较小 竞争相对来说比较大 那么作为这个龙头 行业龙头企业的东方宇宏呢 在这个未来这个建筑防水行业 将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这个公司简介方面是 说了它是国内唯一一家上市相关的标的 那么它是从事建筑类防水材料的生产研发 以及现在是过进军到这个防水技术方面的一个服务提供 那么产品主要运用在这个防屋建筑啊 高速公路 城市稻桥地铁及城市轨道方面 那么我们知道2008年这个北京申巴案运会的时候 里面多个主要场所的这个防水材料的配置呢 就是使用了这一家公司的一个配置 那么包括现在人民大会堂等等的一些 或者一些基建啊地铁的大项目的一个建设 都有这个公司的设计 那么看一下它本身业绩上的情况呢 市值方面的情况是383亿 那么它本身是一个生股通的一个标的 那么迄今的涨幅达到了80.17 那么估值方面是预计今年25.67倍PE 那么近五年的平均PE呢大概是38.59倍 那么往深入看一下 我调取了一下就112年到16年的一个平均负荷增长率方面 我们发现这个收入成本端呢 营收方面的增长率是明显高于这个总营收 营业这个成本方面的 那么规模经历方面的复合平均增长率呢 是年均达到一个40.34% 是一个不错的指数字 那么这个扣费后的EPS是美股 增长率达到18.68% OK那看一下最近刚刚出入的一个中报显示呢 这个营业收入是有近五成的一个提高 那么规模经历方面 是跟这个前刚才提到的这五年的这个增长率 是大致相符的 那么基本平均这个美股经历方面 也是提高了27.27% 那这个公司本身到底有什么优势 能够长久以来维持这么高的一个增长率呢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东方宇宏呢 主要它的品牌跟技术优势方面呢 作为我国建筑防水行业的第一个中国持民商标呢 这个中国房地产500强首选供应商的品牌呢 本这个报告期内呢 这个公司是名列榜首 那么另外技术方面是作为一个国家火区计划的一个高新技术企业 那么看一下厂能布局优势方面的这个公司啊 在我们国家大江南北等呢 多个地区建立了这个生产基地 那么满足客户这个多元化的品牌的一个 生产对一个多元化产品的一个需求 和全国性的这个供货要求方面都具有了 较其他竞争对手所难以获得一个竞争优势 那么看一下成本优势方面的主要是公司采用了一个国外引进的先进的一个自动化生产线 那么这个生产线在这个设备在这个亚洲里面都是排名非常前列的 那么生产自动化就要大程度的降低了这个生产方面的成本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生产规模和这个产能利用率的提高 以及在这个行业处于比较前的一个位置呢 使得近五年来这个公司的销售毛利跟净率方面呢 都是昨年一个稳增 那么最后说一下它这个营销模式啊 那么它是建立了这个直销跟渠道模式相结合的一个多层次的市场营销 这个渠道网络 那么公司是重点对一些区域客户啊项目呢 战略采取一些直销方式进行一个产品销售 那么渠道销售方面主要是分成一个工程渠道 跟零售渠道方面的一个销售 那么结合着四大优势呢 今年这个东方以后我们看到三季步的预报呢 是同比也是大增 那么我们期待它之后在这个建筑行业防水这个领域上面的一个表现 那么未来应该留意一下这个行业的上游 也就是房地产这个基建项目未来一个走向 那么知道这个房地产呢 现在是一个稳中趋景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个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是增速有一个放缓 那么这将在未来是影响这个行业的发展 但从体量方面来说呢 作为一个企业龙头 行业龙头来说呢 还是未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那第二个呢 是关于它这个原材料价格波动方面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防水性材料的上游 主要是一个实化方面的化工的一个产品 那么公司也是针对这个原油这个价格波动的 做了一个对于库存原料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做法 那就是呢 在一些淡季的时候呢 大规模的进入一些库存 那么采取一些相关的控制采购成本的一些系统 来维持它这个成本的下降 行那今天上面提到的所有涉及的个股呢 本能是均未持有的 那么更多关于这个行业板块个股的消息呢 我们在下面的下次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进行深度的一个分享 那么朋友们明天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